而第三届花蓮市市長盃回蘭勇士格鬥賽 6月10號將在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來隆重登場 而近百場對戰吸引了國內150位的選手參賽 陣容相當強大 花蓮市長薇嘉燕也希望透過這一場賽事 來帶動花蓮的運動觀光 花蓮縣格鬥運動推展協會 31號上午在阿斯瑪利景大飯店舉辦 花蓮市市長盃回蘭勇士格鬥賽 開賽記者會 包括花蓮市長薇嘉燕縣議員張美惠 花蓮縣格鬥運動推廣協會 理事長溫昌霖 阿斯瑪大飯店副總經理周玉琳等人 也都到場支持 這次是第三届的回蘭勇士杯 已經辦了第三年 其實今年在我們文創園區 我們進行辦理這項活動 更增添了許多的賽事 也希望說在後疫情的時代 能夠招攬更多的觀光客 更多愛格鬥技巧的一些好朋友們 一起來參加報名這項比賽 那我們現場更有很多許多的活動 還有市集做一些結合 那也希望說我們大朋友跟帶著小朋友 一起來現場來參加活動 溫昌霖理事長表示 這是全台最盛大的格鬥賽事 格鬥不一定是一種武術 而是一種集合各種武術 綜合在一起的混合式武術 在團隊格鬥裡可以看見 相當精彩的防衛攻擊手法 非常適合新加入的格鬥選手來觀摩 回來我們是從第一屆到第三屆 有熱情知識 那我們也有機會在花蓮推展 格鬥運動這項精彩的節目 原來全國科技的運動員 有更精彩的舞台 可以展現自己的實力 來發揮自己的信心 那我們這邊呢 我們跟 花蓮縣格鬥運動推廣協會 以及主辦大會阿斯瑪麗普大飯店 我們也很高興 用最高的最簽證的心情 去舉辦這次的賽事 那我們這次的活動呢 有三個比較特別的賽事 第一個是我們的報名人數是 這次以來是全國第一 就是也就是最多選手參賽的一場 那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第一次舉辦 是由40歲以上的社會人士 所舉辦的圓夢組 也就是說你就算是40歲以上 你對格鬥有興趣有想法 那也不一定是到職業比賽 你就算一般上班族 或者是一般做其他的行業 想要來嘗試一下 也可以 那第三個第一次是我們跟網 呃 所謂的YouTube的網紅 去做一個直播 然後去做一個耐力的格鬥賽事 這是我們這次比賽特別的部分 市長魏嘉英也指出 格鬥是一種相當正面 而且正規的運動賽事 選手在比賽當中 展現了精湛的格鬥技巧 以及毅力 也展現了花蓮市 對體育運動的支持 與推廣 記者林杰 花蓮市採訪報導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